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很高兴 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 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要称谢耶和华 我们要天天来求告祂的名 我们要述说祂奇妙的作为 我们要歌颂祂的慈爱 我心要称谢耶和华 我心要称谢耶和华 天天就告祂的名 要向祂张诗站守 述说祂奇妙作为 我要转与祂的座位 我要歌声祂的慈爱 我要隐身像耶和华 我心要称谢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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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穿越祂的座位 我要歌手祂的自爱 我要一生像耶和华的诗 要向我的身和手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 是我坚固盼石和力量 我要向你借借恳求 请做我一生的救助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高台和盾盘 我的心可目 要讨你喜悦 我曾心求你齐心敬拜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 是我坚固盼石和力量 我要向你借借恳求 请做我一生的救助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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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高台和盾盘 你更是我的高台和盾盘 你更是我的高台和盾盼石和力量 我要向你借借恳求 你更是我的高台和盾盾盼石和力量 你更是我的高台和盾盼石和力量 你更是我的高台和盾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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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 你是我高胎和盾胎 我的心可目 要讨你喜悦 我诚心向你继续敬拜 你是我藏身处 使得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藏身处 你更救赎我们 当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投靠你 因为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 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让我们从忍若中 并为刚强 你是我藏身处 你真救赎我 使我心充满喜悦 当我感到惧怕时 我愿投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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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主 我愿投靠你 我愿投靠你 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在神的殿中 一起来祭祭 但是我想我们同样可以 各人在家中 我们用我们的心 来领主耶稣的圣餐 我们愿意唱下面这首诗歌 来纪念我们主耶稣 祂所给我们的救恩 救赎的恩典 每当我拿起这笔 每当我拿起这笔 我感谢祢 我感谢祢 我的耶稣 你宝血洗尽我的嘴 使我永远一直隔离 谢谢你为我施在释迦山 佛水的生命的一万千 我感恩 我敬拜 得意志的自由 都赢你 那救赎的恩典 每当我拿起这笔 我纪念祢 亲爱耶稣 是加上祢还会我什么 使我回到天主面前 每当我拿起这个锅 我感谢祢 我的耶稣 祢抱歇 吸尽我的嘴 是我永远一直跟你 谢谢祢为我施在施脚上 我随便生命得以我安全 我感谢祢 我尽把爱的意志 这日游都因你 那就是命运 谢谢祢为我施在施脚上 我随便生命得以我安全 我感恰我敬拜的意志 我感 Princess ohne我尽拜的意志 我感谢祢 omy Do I know それは救世的安全 我感谢祢为我实在是假想 我随便生命得以我安全 我感恩 我敬拜的意志 得自由 都以祢 那就是祢恩典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全能全心在主日清晨 来到祢的宝座前来赞美 来敬拜祢 我们也一生来歌颂祢 一生来赞美祢 父我们谢谢祢 看见这个疫情已经趋缓 我们也愿意为这些执政掌权的 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愿意他们能有从你哪里来的智慧 能够做出好的决定 以至于真实能够 让这个疫情很快的离开 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也期盼 那天的来到我们能够再次 弟兄姐妹们 聚集在祢的殿中 来敬拜 来赞美祢 我们将以上祷告 祈求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 菲利比书四章 十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菲利比书四章 第十节开始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失恋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失恋我 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么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接着这个机会 欢迎第一次在网络上 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疫情过去以后 可以见到您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可以一起现场的来敬拜主 这里有几件事情报告 加州 加州将原地 批复令 就是shutter in place 延长到这个月5月31日 来核止 新冠病毒的继续传播 我们教会会配合 也会继续在线上聚会 直到这个命令解除为止 关于奉献 目前我们线上奉献新增加的这个ZETA 这是美国大多数银行都支持的一种支付方式 方法是您登录到您的银行账户 将奉献就直接送到 荧光幕上这个教会的网址上面 如果您是透过ZETA已经奉献了 您还没有收到教会的回应 感谢电子邮件 那么请您也同样联系在这个邮址上面 我们需要您的通信地址跟电话号码 以便我们能够将在年底的时候 奉献收据发给您 若有任何的问题 有什么想法 请联系教会的干事 彭姑姐妹 好 我们很高兴 今天有三股基督徒会堂的薛忠友弟兄 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分享神的话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薛弟兄 美国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怎么说呢 他说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You make lemony 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遇到柠檬的时候 那你就挤柠檬汁吧 那所谓的柠檬 也就是碰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情 可能是被骗了 被人家拒绝了 被人家误会了 有什么思念了 有什么压力了 等等 反正一切不顺心的事 当然也包括我们目前居家防疫困住这种的情况 当我们如果买了一部很烂的车 有点上当的时候 人家怎么说呢 人家怎么说呢 You bought a lemon 所以所谓柠檬 是因为柠檬是酸的 所以它代表一切 生命当中里面刺激我们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的用意 就是劝人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气垒 不要被这个环境打垮 你更要去超越这个环境 随遇而安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 我们会不断遇到各种困难 各种的压力的 逃不了的 特别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知道 我们一直就是每天 都要面对这个疫情的威胁 除了我们要进族在家 我相信可能解禁以后 接下来要面对是财源 有些人失业 经济开始很有压力 甚至于是很多的恐慌 担心那种心灵的重建 我们要怎么面对呢 我们要怎么来胜过 我们的环境呢 我们怎么样才不会 被这些所谓的 柠檬给算到 给打垮 反而是可以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挤出柠檬汁呢 有人就把这一句老美的话 更改了一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怎么说呢 当生命给你灵蒙的时候 神可以借着这些灵蒙 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保罗在菲利比书里面 他找到了一些秘诀 一些秘诀可以帮助他 超越任何环境的困难 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好像他懂得了怎么样 制造柠檬汁的这种处方 所以可以作为你跟我的参考 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 就是菲利比书跟其他三卷书 以福索菲利门 这个过勒西书 四卷书被称为是什么 欲中书信 就是因为当保罗写这几封信的时候 特别是菲利比书的时候 他是被关在监牢的里面 所以保罗他是生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 不过他是要确明信徒 特别是菲利比书的主题是 要常常喜乐 你不要被环境所剩 你反而要倒过来 要胜过那个环境 所以保罗不是在说风凉话 他并不是自己生活挺好的 然后就劝大家说 你要有信心 我们要常常祷告 我们要依靠主 不是的 保罗是自己深受其害 他是当时在一个捆索的里面 house arrest 软禁 他在这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里面 他说出一个超越环境的秘诀 那我们就应该要来听 要来学 我知道我们当中 可能有些人一两个月都没有收入 有些工作的时间也被cut back 很可能将要面临公司大裁员 大家都拼命祷告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能够过 可是呢 好像越听新闻觉得说 越相反 怎么的 好像有点变得严重一点 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环境可能一时不能够好起来 当环境不变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环境不变 那唯一可以变的就是人 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变 而当我们如果能够克服环境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学会了 怎么样把这些柠檬 在里面挤出柠檬汁来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不只是环境改变 我们更重要是 主说主啊 你帮助我 使我可以改变 你就利用这一段的时间来塑造我 让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我能够培养出更好的品德 我能够跟神的关系更拉近 我能跟我的亲人的关系 能够更修复 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向保罗来学习 因为经文不长 所以我们再好好的把它再来念一遍 大家跟着我一同来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试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试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见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想出三个制造柠檬汁的处方 但是我们继续下去之前 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 主啊 环境有起有福 有平顺安稳的时候 也有危机四伏 压力重重的时候 但是我们感谢你 我们心情常常也因着环境而变 但是世界里面 有一样是不变的 就是圣经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变的 赞美感谢主 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因而 像我们今天诗歌说 罪恶虽然好像得胜 这还是天赋的世界 因为你仍然掌管 求主不但是让我们学习 你能够掌管环境 我们求你先来掌管我们的心 以你的不变来应对世界的外面 帮助我们从保罗的话里面得到帮助 我们向你今天祈求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同一个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学习知足 十一节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那有人以为如果我的生活不缺乏 如果我的环境过得很好 那人当然就会很满足就会知足 其实环境的富裕 并不一定使人懂得知足 很多时候往往相反的 因为我们人常常是贪得无厌 当我们很不容易找到工作 能够赚到年薪五万 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最好还可以赚到八万十万 对吗 那如果八万十万的有了 那二十五万也是我下一个的目标 那有了二十五万 你说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更多到五十万 所以其实这种的希望是永不止尽的 我们很难说是 我赚够了 请问我们当中里面 你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赚够了钱的请举手 我是看不到了 不过上帝看到你的 英国有一个贵族叫做Lord Congleton 他有一天经过他的厨房的时候 就听到他有一个女佣跟他的朋友来说 他说 如果我有五英镑 我就会完全满足 因为他是用英文说 I will be completely satisfied 然后这个Lord Congleton说 哇 只需要五英镑 就可以使人完全满足 那哪是一件好事 何而不为呢 于是他就转身 跑回去那个厨房里面 从那口袋里面 就顺手抓出来这个五英镑 然后就递给那个女佣 所以你看到那个女佣 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快乐 简直是兴奋 而且很惊讶到 说不出话来了 哇 谢谢 谢谢 但是当Lord Congleton 离开转身 离开转头的时候 他就会听到这个女佣 就跟他的同伴说 很惚悔的说 我为什么 刚才不说十英镑 这叫做人性 我们其实很多人来美国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比较我们当初来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 真的很不错的了 所以实在没有一些的条件 我们也办不到这个地区来 对吗 但是我们问知足吗 我们人的天性 我们的罪性 是永远不知足的 我发现多 不一定令人满足 有时候你越多 你越丰富 我们就越难满足 小时候 觉得很难能够去看一场电影 哇 觉得能够看电影 了不起 今天 你就是买好机票 请了假 带小孩去Disney World 他还不一定开心 你还看他的脸是做人 以前环境非常不好 能一个人 完全吃到一根冰棒 多开心 今天你带小孩子去麦当劳 买Happy Meal Happy Meal里面 还要附那个玩具的 你看他拿出来 Happy不Happy I already have this 骗人的 世界没有什么叫做Happy Meal 以前 没钱买玩具 捡到几块石头 捡到几条橡皮筋 就会很有创意的 想出各种的东西来 跟邻居小朋友 娱乐自己半天 现在每一个孩子家里面 打开抽屉几箱玩具 但是呢 complaint I don't have this I don't do this boring 所以不要给小孩子 太多东西 因为他们是越来越难满足的 他们不一定因为你给的多 他反而感恩自主 保罗说他并不是因为缺乏 才说这样的话 他说 无论在什么情况 他都可以知足了 知足不是消极 就好像说 我认了 我无奈 我就接受事实吧 不是的 知足原文的意思呢 是描写一个人 他经过一些自律 因此呢 他就脱离环境的左右 他变成是一个示范的人 一个独立者 一个independent的一个person 所以这个人的内心 并不一定能够会受到外面这个物质产生 不会依赖所有的这个物质 他反而是脱离这个物质 所以无论外面多外面少 不一定影响他心中里面的喜乐 因为他学会了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乐 这样的人叫做知足 我们今天物质享受太多了 所以我们很受环境的这个影响 有人说到好 知足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多 或是很有丰富 知足乃是在于 我不觉得我有很多需要 知足不是因为 你有了这个有了那个 知足只是因为觉得 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 这是叫做知足 所以啊 not greater wealth but fewer wants 你知道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是什么人 不要以为说是那种家财亿万 然后什么都有的 世界最幸福的人 乃是那些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的人 所以有人说世界只有两种人没有需要的 一种还没有出生 一种已经死了 中国人也说嘛 知足者贫也会乐 那知足一个表现很简单啊 就是感恩 你感恩的心 自然就会让人喜乐 就算在这个疫情我们禁足的时候 我们很受困 诸多限制 但弟兄姐妹 我们又想到什么 我们可以向神感恩的事呢 我们在Zoom里面跟弟兄姐妹 见面的时候 我们最近怎么样啊 我们头具带出来的 是complain 还是说感谢神 在这个场合里面 你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在网上面会面 你听到有多少感谢神的事情呢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依然健康 和我们 以前能够去教会 是来感恩 我们也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 学习感恩呢 我们也认为觉得说 这个不是我们选择的这个环境 可是呢 却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这段时间 我原来还经历到某一些的福分呢 我以前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I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那现在我已经懂得珍惜什么 人事物呢 真正的自主 当然是发生内心呢 那是一种超越环境的 所以保罗 因为他里面 有基督 所给他的满足 所以呢 他无论 困在这个监狱里面 手 就是上的考验 但是他心中仍然觉得不缺乏 你注意一下第十一节下面 怎么说 保罗说 就是我已经学会了 原来知足不是与生俱来的 要学习的 要练出来的 是一个discipline 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抱怨是不用学的 你从来不需要教小孩子 我先告诉你怎么complain 那个腰插起来 那个嘴 那个身长 I don't like it 你不用的 可是呢 不晓得你叫他去谢谢 感恩知足 你要teach他的 你看连保罗都要自己去学 去经历 更何况是我们呢 就好像我们要学游泳 你不能够只是躺在游泳池的旁边 然后手脚的 就专模作样的来搏动 然后你就学会游泳的 不行的 你学游泳怎么学 你一定是要被扔到水里面 还喝几口水 挣扎一番 然后你才慢慢泡了 才学会的 是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 所以啊 我们不是要求上帝给我一个什么特殊的力量 突然之间 我就可以在困难当中里面 我就学会自主 没有 那个是经过锻炼 不断的锻炼 锻炼出来的 那苏格拉底 他的老婆是以凶悍 文明于世的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苏格拉底 对婚姻一定是有非常负面 很悲痛的一种的看法 所以他们就求苏格拉底对婚姻的看法 但是所得到的答案是出乎他们想象意外的 苏格拉底怎么说呢 他说大家是应该要结婚的 因为结婚实在太多好处了 如果你娶到贤妻 当然是人生最大幸福 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娶到这么样一个凶悍的太太 你可以变成哲学家 我相信苏格拉底是真的学会了知足的秘诀 真是能够把柠檬制造出柠檬汁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保罗在第十二节 他提到超越环境的另外一个处方是什么呢 第十二节说 我知道怎样处贝贱 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或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有些人能够处贫穷 但是不能处丰富 有些人刚好相反 他丰富 你就觉得好像人格很清高 但是一到困难 贫穷 你知道所有的恶性都全部暴露出来 有些夫妻也是一样 可以供患难 但是不可以供富贵 我也去看过 很多的夫妻是可以在富裕的时候 你好我好 但是家里面一有什么困难 特别是在经济上面的时候 就各走各路 老美说一句 If you cannot provide then goodbye 我发现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太过于习惯处丰富了 而且来美国多年了 我们累积的丰富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很难回头 我们的压力是 我只可以生活是更好的 我不可能走回去的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告诉你现在呢 我们不能够去 我们只可以生的 所以我们就会动脑筋 做出各种的决定 来保持我们生活那种需要的底面 平稳 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 莫大的压力 I cannot go back 保罗说他懂得怎么处 毕竟懂得怎么重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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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是站在卑微的马槽 他走的时候是挂在那个十字架 他自己坟墓都没有 所以耶稣整个的人生示范 给我们看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带什么来 最后也带不走什么东西 不要误会 保罗不是在这边提倡敬遇主义 就说好像 我必须开一个比较小的车 我只可以到Wallmart买东西 我不可以在Macy里面去买衣服 哎呀 面包不要买了 面包要自己烤 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选择 这一种的生活方式 所以今天不用说 故意要去煮备件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今天可以过得简朴 Simple Live Simple 今天科技很先进 物质很发达 所以我们的生活步调 其实弟兄姐妹弄得非常复杂 很不平衡的 So Oswald Chambers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今天人是太过依恋物质 身居变成一种病态 在Minneapolis 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有一家超级市场 他需要在他这个透明玻璃门上面挂一个大牌子 说什么呢 请注意 这不是一扇自动门 为什么要特别见Bill呢 因为他发现很多的顾客 他们拿着他们手机进去那边 插到玻璃门面前 拼命 就脚去踩地 或说手在那边摇 因为他惯性的什么东西 就是感应的 一来就开了 但是刚好那个 那个店不是有玻璃门 是要你用手推的 所以他们没有习 已经太习惯了 不用自己手去推 所以就在那边做这种动作 我也发现 今天有很多人 如果没有自动电饭锅是不会煮饭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北去的时候 母会 哇那些的电饭锅都特大的 我们为了那个爱业 然后倒进去的是二十几杯米这样 那我一个人吃饭怎么办呢 怎么可能用一个大锅来煮一两杯米 所以就怎么样 就要学会 就是拿普通的一个锅 那个水的分量 然后火滚了以后 把它关火 用余火把那个饭给弄熟 还有姐妹夸说 哇 这样你还会用这样来煮 因为我发现 现在很多的姐妹 如果没有自动电话锅 她也煮不到饭出来 很多年前 当那个callless phone 是很流行 大家人员家里面 都要买一台 那其中我们知道 这个callless phone 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记录很多的电话 那让你什么 speed dialing 你只要按一下 不过号码都不用记 马上就打给谁谁谁 所以呢 有一个家庭就买了回来 然后买了一台呢 是可以当时存十个 十个这个的电话号码的 那所以 当他们输入了九个 他们认为说 日常生活都要打的电话以后呢 那个做父亲就想到说 哎呀 我们应该要输入911 因为如果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按一个speed dialing呢 那其实对我们是很方便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那个menu啊 你要怎么输入呢 因为已经输了九个号码了 所以呢 你输入第十个号码 你要先按什么 一 零 然后呢 你就把那个号码输进去 然后你要hit memory 那他才记住 请问大家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 如果他这个家庭每一次 要speed dialing打911 他要按memory 一 零 然后电话就拨911 那911不是也是三个push button吗 所以你不以为说 我们生活其实是 很complicated的 其实是很simple的东西 但是我们因为是 这个他可以意念他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他把我们生活的步调 弄得复杂化了 前面说过 多并不一定是好事 越多有时候我们又不满足 有时候多 其实增加挺多的烦恼和压力的 因为按统计 60年前普通超级市场 卖东西大概有 9000多种的商品 放在价值上 让你来选择 今天你到普通一个超级市场 他们说起码有4万件 所以我们今天买东西 是挺花时间的 你进去不能够就这么 绕一下 你要很多时候拿起来 样样就要读一下 这个是糖分有多高呢 这个低颜对我身体又怎么样 那个calorie又怎么样 不用说只有价钱 每一个标签都要去读一读 这是挺demand我们的时间的 对吗 今天如果你装了cable comcast 那就很多的台让你来选 有时候呢 还要选呢 不知道看什么好 然后有时候呢 心里面 这个台里面打个屏幕看看 然后跳到那个台打过屏幕看 好像是很有享受 其实呢 让我们很难集中 今天的化妆品不用说了 哎呦 只是口红都迎击百种 你只是一种红色 都有各种各样的红色 今天选择太多了 我还小的时候 早期在 知道 很多亲戚从国内来 生活很简单 你要抽烟就是红香喜 如果你要喝汽水 就是珠江桥牌 如果你想想 有一天 我们大家都是说 个个都穿制服 去上班 去上学 那就不用每天烦恼 说我要怎么样 穿什么呢 今天 我们今天选择太多了 同时也浪费我们很多 宝贵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变得没有时间 是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make decision 因为我们总是怕会选错 总是怕我们会后悔 听见没 我们的生活简朴吗 我们是可以学会 去的简单一点 穿的简单一点 娱乐也可以简单一点 放假的时候 不必一定要把节目 排得满满的 好像在家 我就是一个大罪人 不应该的 平常很辛苦 留在家里面 不是也是很好休息吗 放假一定要去哪里玩吗 一定要充塞一些时间 一定要花一笔钱 才算度假吗 是不是我们过分觉得说 是消费主义 好像对不起我们自己的 下一代这样吗 我们一定要到餐厅里面 去吃饭吗 一定要到上馆子吗 我们会整天往外跑 但是觉得家里面 是乱乱的吗 当然我们现在 sheltering in place 别想了 很多消费都停止 哪里都不可以去 暑假快来了 但是也大部分留在家 因为觉得不安全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 可以学习 可以坐下来 拿本好书 泡杯我们喜欢的茶 或是很享受这杯咖啡 或是说学习 家人煮点什么 一起来的一个晚餐 或是说你弄点什么 小东西给人 我们感觉神 几个礼拜都有姐妹 把东西按门银 就送东西来 有时候甜点 有时候韭菜盒子 有什么 我很感恩 你的快乐 分享了给别人 打电话 上网跟朋友聊聊天 特别是很远的 我跟台湾的人在聊 跟哪里的人去聊 南非的宣教师来问候 我也问候过去 有时候可以 走出去 问候一下你的邻居 有时候可以到公园散散步 有时候可以享受一下大自然 有时候可以自己安静祷告 读到什么的话语 做一些笔记 听一些的音乐 有时候就算是做点家务 发发呆 打个小盾 其实都是生活步调 可以学习轻松 简单的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倒是倒过来 平常拼命地干 然后一到了 有时候假期或周末 我们就尽情地 这个生活的节拍有时候是会让我们失去节制 所以一到周末就不想爬起来 能够睡多长就睡多长 然后日夜颠倒 凌晨两三点才去睡 然后整天都盯着那个电脑 好像晚定晚的不停 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平常 就是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平衡我们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观察到花鸟 可以让我们找时间跟朋友相聚 我看见圣经里面 耶稣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的工作 忙到圣经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他说要让小孩子坐在他的身上 耶稣看到那个花鸟 他就讲比喻给那些百姓听 耶稣风浪在当中里面 他还船里面打个蹲 耶稣还特别跑到那些 人家不要的那些罪人和妓女 那边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我觉得耶稣其实的生活 完全是很人性节拍的 简单的生活让我们会满足于比较小 比较熟悉 以至平常你生活认为很平凡的事 那其实你感恩的心也多 你快乐的心情也会出现 如果我们惯性活得简朴 就算经济有什么的变动 它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会变得有那么的大 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是很复杂的话 经济一转动 一扫一个收入 我们就觉得 哇 好大的压力 我的生活好像要大势来调改一样 那除了物质的生活 这种姐妹 我们也可以学习简化我们生活的目标 有时候将生活一些枝枝节节 平常好像是都对得满满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 什么是先 什么是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某一些该注意的焦点事情 甚至于是天国的事情 或说属灵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太多想要做了 我们有太多的计划了 我们希望都要达到 我们安排小孩子很多的活动 我们觉得太多东西他们需要去学 所以我们就把生活的步调弄得非常困难 我们事业希望有所发展 我希望能够做一点钱 能够巩固家里面的这种生活 但是我也同时觉得说 我很想花时间跟我家人相聚在一起 改善我的家庭环境 我也希望说 我也是做一个应该是负责任的基督徒 爱主来侍奉主 我们样样都想要 样样也不能够放弃 结果都样样都做不好 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做太多的事情 有太多的目标 因为你想把一切都做得好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要简化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要把我们目标简化 定下优先持续 我们要学习懂得取舍 现在在目前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要想什么是最重要的 哪些方面我应该在这段时间 全力以赴的 然后有时候暂时要放下一些东西 暂时做点牺牲 甚至于是什么是今生 我要考量到什么是带到永恒 那耶稣也提醒我们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种这个就会亲那个 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 也给我们 他的人生目标做了一个榜样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他说我尘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我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面来求问 保罗在他前面一章 第三章里面也告诉我说 我也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上的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从天上面 照我要得的奖赏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 你的人生只可以有一件事 你想想那件事是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不只一件事 我们好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只求一件事 那这样会是什么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要有很清楚的答案 主席在登山保训当中里面 他也告诉人家说 你的生命有个焦点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弟兄姐妹 我们目前在这种生活的环境 在这种压力底下 我们可不可以问自己说 我的生活可不可以简化 除此以外 我的人生目标 也不可以做点修剪和取神 保罗的秘诀说 我是怎么样处丰富 我也知道怎么处卑贱 怕不得我们也可以跟他来看齐 其实神的恩典还是很够用的 那如果是这样 请问我们的压力从何而来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肯 或是不懂得如何处卑贱 我们还没学会怎么过简朴的生活呢 最后我们来看保罗 他分享了 他学会了最大的秘诀 最大的秘诀 十三节他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靠主也是要学会来的 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就是 除了主 我靠什么 我情愿靠我自己 对吗 我靠方法 我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情 我有一些关系 可以输到一下 我是一些手段 我们靠着靠那 就是当什么都没办法靠着 好了我去没办法 就靠主了 他永远都是我最后一招 有位父亲从厨房里面去洗碗 看到窗户外面 自己的儿子就在院子里面 企图要搬一块大过他的那些石头 无论这个小孩怎么样 用尽九牛二虎子力 用尽各种办法 始终那个石头动也不动 那小孩当然很放弃的 最后里面很沮丧 都坐在那个地上面 那父亲看到这种情况 就跑出去 就问儿子说 怎么样啊 这个石头搬不动 是吗 那小孩子说 我都试过了 我没办法搬得动 那父亲就在问他 你真的用尽你所有拥有的力量吗 就说 Have you used all your available strength 那小孩子说 是 我都用尽我所有 available strength 父亲就告诉他 他说No 因为你没有来求我帮助你 I am also your available strength 保罗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今天这个COVID-19 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做什么 全球性的 What can you really do There's very little we can do 只有预防隔离 What can you really do 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刻 我们都要去求神给我们力量 去应付生活所有的困难 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 在她的家中的冰箱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牌片 我觉得上面写的话是很有意思的 她说 Lord remind me today There is nothing That you and I cannot handle together 就说 主啊 提醒我 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绝不会是你和我不能够共同应付 或是承担的 我们真的每一天早上起来 都需要被这句话来提醒 There is no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That you and I cannot handle together 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 或是压力 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 那这样的话是撑不久的 所以我们要靠那个 加给我力量的主 有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很大 主也可能一时不会 就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 就像我们这个疫情 但是我们可以求主一小步 一小步的 每天加力量 这一直多一点点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一直一直加天 直到我们到最后问题 能够完全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有机会到飞机场 我相信希望解足以后 我们还是要去travel的 你就会观察到通常有几个情形 我们知道这些现在的飞机场越大 航廈跟航廈之间距离也远 所以就有很多所谓的moving walkway 对吗 所以你就看到通常有三种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有人是根本都 从来都不走在这个moving belt的 他就是情愿自己步骤很快的 拉着行李去走 你发现有一种 他是看到有moving walkway 他就上去了 上去踩上去的时候 可是你发现 他还是始终身上里面挂着一大堆的东西 还没办法放下来 但是你也发现有一些人 一跳上去的话 shoulder bag 电脑什么东西 全部慢慢地就让这个输送带带走他 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三种什么呢 有些就是完全是靠自己的人生 有一种是一半靠自己 一半靠主 那我们今天可能要学习的是 要完全地来依赖神 他的力量才可以帮助我们 胜过一切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 曾经在网路上有一车 很受欢迎的小故事被传来传去 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已经也读过看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就讲到有位很年轻 有位年轻人他像他的父亲 埋怨生活实在太多压力了 太艰苦了 读书很不容易等等 那所以这个父亲是一个厨师 所以一个父亲就把女儿带到厨房里面 然后呢 父亲呢 就先把三个不同的锅子里面 剩满了水 放在火炉上面 那等到水烧开之后呢 父亲呢 就先从第一个锅水放进了几根胡萝卜 然后呢 他在第二锅烧滚的水里面呢 就下了几个鸡蛋 然后呢 在第三锅的水里面呢 他呢 在那边煮一些咖啡豆 那再过十几分钟 东西都好了 那父亲就把煮好的胡萝卜啊 然后那个鸡蛋啊等等啊 他都拿出来 然后呢 就到给孩子们去吃 孩子们去吃 所以呢 这个父亲 跟那个孩子在谈的时候呢 一边就向他解释 他说啊 你看啊 胡萝卜 鸡蛋跟咖啡豆 三样不同的东西 都是经历过同样饿流的环境 都是被水去烧的 可是经历 同样的压力 不过反应不一样 因此结果也不一样 他说 当这个胡萝卜 进到热水里面的时候 之前 他是很硬的 很刚硬的 以为是很怎么样的 强壮的 可是煮了没多久 出来就是软软绵绵的 鸡蛋呢 进水之前 我们知道 那壳很薄 里面呢 是很弱的 如果稍微不小心 就会打破的 可是 当他经过 环境压力之后 出来 里面刚硬 外面刚硬 然后 咖啡豆不一样 咖啡豆 当在热水里面 越久 就是越香 越泡 就越浓 他说 那你觉得 你的人生 是属于哪一类呢 你会像是胡萝卜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干强的 可是呢 到最后的时候 你发现是自己 很无力的 始终胜不过 敌不过这个环境 或是说 你是像鸡蛋一样 你是 本来 是一个挺柔顺的人 可是呢 环境把你 变得是一个铁面 无师 不苟轻面的人 还是 我们的生命 可以像咖啡豆一样 我们 是 在恶劣的底下 泡出味道来 人生这个内涵 就是可以往外跑 弟兄姐妹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呢 我们希望这个环境 我们对抗以后 始终变成是 什么一样的情形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 对抗环境的提醒 我觉得挺好的 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 他说减少痛苦 最好的方法是赞美 减少试探 最好的方法是祷告 减少愚昧 最好的方法是读经 减少软弱 最好的方法是聚会 减少冷淡 最好的方法是相爱 减少胆缺 最好的方法是坚信 减少埋怨 最好的方法是感恩 减少亏欠 最好的方法是奉献 我们可以向保罗来学习 怎么样超越环境 当我们生命碰到 柠檬的时候 不一定需要被它酸到 我们还可以制造柠檬汁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单单 要应付目前的疫情 这种很恶劣的环境 我们盼望保罗的劝勉是 我们要超越 这个恶劣的环境 因为他说 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一同地头来祷告 主 我们知道 你是平静风浪的主 你可以从五变成有 五饼二鱼 能够喂饱 五千人 独行神器的事 但是 你有时候 并不挪走 环境的困难 环境不得改变 但是主 你却借着环境来改变人 求主今天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 因为 我们不想环境过了以后 我们又回复到 本来的样子 这段时间 有些你要拆毁的 但是这段时间 有很多你需要坚立的 巴不得风暴 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不是亏损 我们是 蒙福更加兴旺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 从心中发出来的祷告 求你垂听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我们再次感谢神 借着祂的仆人 传讲祂的心意 神愿主继续来赐福我们 带领我们 主要让我们活出 不一样的生命 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现在好不好 一起来领受 从神来的 给我们的赐福 但愿主耶稣 居地恩惠 父神的慈爱 与圣灵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今天的聚会 就到此结束 愿神赐福各位 身体健康 主要满意 我们下个初日见 请不吝点赞福